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上我们的节目谈谈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 叫终极核战 那黄先生曾经是海军官校毕业 承认海军的舰长退伍以后 成为专业作家 是小说家 但是他这一本书不是一本小说 而讲的是一本对于台海的战争和平问题的一个政论书 那黄舰长你好 你好 司马兄 王老师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石板先生好 那这个黄舰长 你这个虽然说这20年都是小说家 但是这本书不是小说 是讲的两岸战争与和平统独的最短的距离 是一本蔡英文和习近平最该看的书 那这本书 你先给我们简单把这书的主要的结论和观点介绍一下 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因为我是小说家 因为我的出生可以看得到 我的父母是从大陆来的 我从15岁进入军校 然后我整整在军中 接受党国教育到我42岁退伍 我是标标准准的所谓的外省族群 可是我的太太是本省人 我的太太的家 好比说我的两个内地 一个是医师 一个是建筑师 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都是坚定的所谓的绿营的支持者 所以我的生活的旁边 我可以接触到很多截然不同的人 这是我的深深感受 台湾有两种人 他就像油跟水一样 你会发现他们看不一样的报纸 看不一样的政论节目 然后好比说你觉得他是很奇怪 你怎么会讲这种观念的时候 他抱持完全一样的想法 你怎么会这样子去想的呢 这是一个无解 蓝绿无解在台湾 你在公开演讲中说自己是正蓝 在国足认同上 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 但是你在第七章里面讲到的解方 实际上是讲要台湾不惜一切代价 来避免战争 那这个怎么样避战 你提出的意见说 第一应该放弃中华民国的国号和主权独立 接受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然后国军降级为台湾省的自治队 让中共资助台湾国防维持自治队 然后在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基础上 谈判和平统一 然后共组一个中华邦联 这个解方是正蓝的主张吗 这听上去是洪秀柱的红统的主张吧 这样子其实我的 如果我的所有的主张就是这样子做个归纳的话 就我讲的就这么多的话 那我觉得说这你可以说我是红统 但是最后我讲出来的两个解方 跟这个其实并不一致 包含我说的两个解方 很多人都是蓝颖都在反对的 我说的两个解方很简单 记住 第一最小的改变 台湾中华民国只放弃 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区域全都不变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好了 台湾有很多人去改名字 后面我今天叫黄振辉对不对 我明天我们一生可以改两次 我到了护政事务所 我说我要改成黄什么不管什么 他同意我改 改完名字之后我人变了没有 我的工作变了没有 我的所有的生活环境 我的亲戚关系有没有变 通通没有变 这就叫做只改名字 所以就像张万安改成蒋万安这个意思 你说他有什么差异 台湾我这样讲好了 如果台湾 因为现在大陆给的是一国两制 对不对 一国两制有很多的内容 好比说五十年不变 我所谓的只放弃国 其余没有任何的约束 我讲最简单的好了 蔡英文仍然在他的办公室上班 立法院仍然在他那里 大陆没有任何人能够来 涉入台湾的政治管理 台湾的所有的治权 是原来的统治集团 行政团队继续在做 大陆不能有一丝干 干预 这是我说的最小的改变 其余通通不变 就是放掉一个名字 这是一个对不对 这很多难言是坚决不同意的 我最近说这很多人在骂我 你这东西 这个中华民族放弃 那你还当什么军人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好 这是一个 讲完了这个 如果我举个例子 北京同意好了 其实所有绿营的人会问一个 共产党怎么可以相信 你相信他说的吗 那你既然不相信 我就要讲说第二个 就是我说的 这个接着第二个就是 最强的保证 我知道共产党不可以信 那我怎么样能够在达成这个协议之后 我能够最坚固的 保障我能够有自治呢 请各位注意一个 就是一个 军队独立 这就是我带在里面解的 那军队你怎么样独立呢 不单是他们不能管 我们每一年 好比说我们今年国防军费 大概四千亿 每一年台湾投入多少国防军费 大陆北京补助二分之一 最原始 其实有人在提说 相对的补助 如果以补助二分之一来讲 今年的国防军费就跳到六千亿 这个六千亿 你不能去做任何别的东西 涉福啦 福利啦 什么 长照都不可以 只准摆在国防经费 每一年摆在台湾的 我们不管什么自治法什么里面 严格的规定 除此以外请各位再去想一个 问题是你两岸已经统一了 你还要这么多国防军费 这就是 很多人都在问的 第一个你统一了嘛 那你就根本不要建军了嘛 对不对 你如何确保你自己 不会被大陆 他会变 就跟当初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香港一国两制 你去仔细看 他一开始跟台湾是差不多的 可是他后来一直在看 最难一个就是 他一开始最早是讲的 解放军不到香港 后来去了 后来香港在闹一些事的时候 香港 那个北京有一个在管香港的说 你们香港的自由的程度 是由我们北京来决定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我一旦合了之后 你的心房会降落 那我在想 你如何不落 就是坚定的继续建台湾的国防 如果我们能这个样子 有一天万一 北京变化 我决定要收回你的主权 要怎么样 那我们就开始打 那时候打 不就退回今天的境地吗 可是在这样子之下 我们有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些建设 国防是不是更强 那你说 既然没有敌起 你为什么要建 你就是要防着它 将来有天变形 这就是我提的两个简单 一 很简单 最小的改变 二 最强的保证 这个问题 我问过很多人 你能不能够再提一个更强的保证 能够让台湾人觉得说 即使北京反悔 我也笃定我能够 最起码过今天这个样子的生活 这是我这本书的最后的建议 这两点跟红统截然不同 是吧 你觉得这么看 我是觉得 我既然最后就是要退回到今天的生活 我干嘛要跟他统一 我就保住今天的生活就可以了 我觉得您的想法很有意思 但是说 首先我第一个印象 就是说 怎么说呢 您是一个人在下棋 就是属于 因为这种两岸的关系 谈判是需要多少 很多很多细节 一个是一个事情谈下来了 你现在已经把谈判的双方的结果谈好了 就跟你要结婚之前 你先决定了 什么孩子跟我姓 第二个孩子跟你姓 那个存款怎么办 你这个东西 你自己想好 这些您讲的这些 只是您的希望 但是说一旦开始 对方有对方的主张 最后谈出来的结果 一定和您的希望不一样 所以说您这个希望的 台湾人可能接受 但是说中国不接受 这和你说 这属于卧榻之色 其中他人 还睡 按习近平 跟胡锦涛都弄出场去了 他那种大职权 那个共产党 那天天说 我百分之百 向其进行表忠心的 那些共产党干部 一个个翻过马虾 给这个 关到清城监狱里面去了 你在台湾保持实质上的独立 你只是改一个名字 这个 怎么能够相信你呢 我能够 您看 我跟您讲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 当年明朝的剿匪的时候 什么张献忠多少次投降 就要求我们留着部队的编制 我们只是把其换成大明的 对不对 或者他们后来又反了 或者他们就被大明剿灭掉了 没有一场是这种假投降 就是我们昭安以后能够和平共处的 您就想梁山泊水泊梁山 他们宋江最后那么想昭安吗 他回到皇帝 的皇帝怎么对他 这是一定的事情吗 所以说我觉得 不是说和平谈判了 两岸一起在一起了 就跟童话里边说 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不是的 这不是结尾 王子和公子结婚以后 他们夫妻的矛盾才会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不能把两岸 只要是我们讲条件条件一谈合 台湾就即然能结束了 一旦台湾失去国际会的关注 台湾的最强力的保证 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心 台湾不改变现状 如果台湾一旦的台湾的总统府 升起五星红旗的话 就属于中国的内政 那么以后国际社会 就跟香港 新疆 西藏一样 就再严重的人权迫害的话 国际社会是没办法干预的 美国也不可能卖给台湾武器 也不可能协防台湾 台湾将失去所有的保障 所以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我刚刚说的这两个 其实我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会议 我问过他们 如果这两个东西 真的北京提出来了 或是台湾提出来了 你去分别站在蔡英文 或是站在习近平的立场 你仔细去想 你认为这两方哪一方会不推让 是蔡英文会不推让 还是习近平 如果你是习近平 今天能够说欧美年大概花两千亿 就完成统一大业 就完成了 但是我基本上我完全不管台湾 但是他就是我的其中的一个省 或是特别自治区 不管什么样 习近平就完成了历史任务 你认为他愿不愿意做 还是他想打一场仗 这是一个 如果北京真的开出这个条件了 你认为蔡英文会接受吗 如果蔡英文接受了 蔡英文历史地位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站在这两个立场上讲 会拒绝的是蔡英文 不是习近平 当然 我完全同意您的 对不对 因为1950年的时候 毛泽东跟西藏他也同意了 然后我腾下手 我还在收拾你啊 西藏的后来为什么 大概我们要不到印度亡命 香港1997年的时候 邓小平也同意了 中国也同意 84年中英条也同意了 同意我慢慢在收拾你啊 所以现在李志盈 他们都在监狱里面 你说的这些东西 他们都本身没有军队 独立的军队 记住 独立的军队 而且你不能输入他的建立 就好像斯坦先生 你刚刚讲的说 就算美国不好 你说台湾如果有这么多的钱 他自己发展国防力量 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像我们目前的飞弹 现在驮江舰 几乎全部是自治的 飞弹 全部是自治的 就是台湾只要给我这个钱 以台湾人的聪明 跟台湾人的努力 他可以建立很好的国防 中科院在那里 你知道 我们的状况 你绝对不能拿那些 新疆啊 不一样 记住 想要独立 就是一个拳头 你没有力量 什么都是假的 只要说你今天统一以后 我就放弃建军 那我现在就投降 所以军队要抓在手里 而且要积极地建设 甚至要强过现在 那你就可以确保 你所谓的 继续我们过 我们自己台湾人的日子 只是改了一个名字 那你这改的名字 你觉得说 绝对不可以放弃 那我只能说 佩服你 你 你泡头颅 撒热血 去为了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去打吧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台湾人的生活 如果 如果 台湾不宣布独立 我们能够永远 这样子过下去 保持一个安全 我也 我绝对支持 如果台湾不独立 北京能够永远 放着你这样过下去 可能吗 我现在告诉你 绝无可能 大部分军事的人 尤其美国的 都认为说 你们这样下去 终究打起来 像美国说是2027 你别以为说 我不读 不读这个东西 我完全看 北京去怎么样 去解释你的意思 你说我绝不读 我现在告诉你 如果我今天是北京 我说 佩洛西访台就是独立 我就动手打你 解释权在他手上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所以 你别以为说 我现在这样子 能够保持安全 没有办法 双方一定要坐下来 找到一个 共同接受的解方 黄建长 我们在谈你书中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 就是所谓 以美论 就是 一旦北京采取无头 美军只会 也只能自身事外 这个判断 根据是什么 实际上拜登总统 已经四次 他上任以来 已经四次在公开场合上 说如果中国攻台的话 美军会保卫台湾 但是你的这个书 认为拜登的讲话 是不可信的 不过 中共在过去70多年来 认为美军保卫台湾 是他所有 之所以70多年来 中共没有进攻台湾 就是因为他认为 美军保卫台湾的 这个承诺是可信的吗 首先我要讲 如果没有俄乌战争 美军在未来台海战争 会不会来 真的有很大的辩论空间 大家个信所信 我觉得俄乌战争是一个 上帝用俄罗斯跟乌克兰人民的血 跟生命 告诉两岸一个显灵灵的事实 美国不会介入的 美军 我不能说美国 拜登总统讲的话 如果改一个字就完全正确 台海战争 美国一定来 美军不会来 如果美军会来 为什么俄乌战争他不去 俄乌战争有北约30个 军事联盟在那里支持 他都没有设入 台海打起来 除了这里 好比说日本 韩国 或者是什么 不管哪里 印太的这些 他能够找到30个国家的 军事联盟支持 台湾这个方向吗 不太可能的 如果在俄乌他都不设入 他怎么敢呢 这是第一个 我先说 第二个 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 讲的话完毕 你记住 执行不是他 他就是一句话讲完了 拜登四次讲完 底下的行政团队 有没有一个人跳出来 说我们支持 总统讲的话 有没有好不错 国防部部长 我们美军 绝对会怎么样怎么样 都没有 都是他自己讲的 所以我就说 他的话是 对的是 美国一定会来 美军不会来 然后第三个 这是实际上的能力 我觉得以前的 这真的说不清楚 美军能够怎么样 但是裴若西访台的 这个围台军演 他充分证明了一件事情 第一岛链以内 美军已经没有优势了 所以在未来 如果两岸发生战争 他不会接近第一岛链 他接近第一岛链的 叫做中共的拒止能力 他那个从外太空 打下来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导弹 以前所有的人在讲 都说不可能 包括我们军方 包括台湾的军方 很多人都说不可能 为什么 太困难了 一个从天空打下来 将近死马赫 打一个移动的目标 怎么可能 结果打到日本去了 没有 2018在西沙打了两枚 打中了 打中了之后 我们这里还在怀疑 后来美国叫做 美国的国会 写了一个研究报告 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 美国在这个区域的 叫做反拒止能力 十年没有办法逆转 也就是说 十年之内 如果台海发生战事 美军的能力 是没有办法 射入这一带的 它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中共的拒止的 这个打下来 你记住 所有的军事装备 它最脆弱的 就是它头顶 好比说坦克底盘很厚 两旁很厚 上面很脆弱 航母也是一样的 一个十马克的速度打下来 它没有炸 它都可以打穿 那个打到底下去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在2018年之后 华府的普遍的 这个如果你们觉得说怀疑 可以去问 华府普遍的之后说 以后航母不会再接来 靠到这里 上一次 佩洛西访台的军演 就证明了这个事情 那接着我再说一个 刚刚有说的一个 很快的我讲一下 就是过去72年 为什么 中共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打台湾呢 我在想 打 就是中共要打台湾 它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意图 就是它想要打 它从来没断过 未来50年也不会断 所以意图始终存在 第二个叫做能力 那我不要说 五六十年前 二十年前 你去看那个 海峡两岸的国防投资 大陆是我们的两倍 是台湾的两倍 也就是说 它的军力呢 就数量是我们大概十倍 可是它的钱 只有我们的两倍 就是它的值 二十年前 都比我们的国军差 那个时候 它想打也打不下来 那它现在可不可以打了呢 依据美军的 它们的估计是2027年 可以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 最早最早 大概是在2027年 那当然还有 我说了一个 这个意图能力 还有第三个 理由 但这个理由就是 你抬读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理由是瑜伽之罪 何患无辞 所以这三个条件里面 我先向各位报告 一三都已经满足了 他要说 你在读 你就是读 只差这个能力 等到有一天 他的能力到的时候 我觉得他不会再继续放任 就是两岸这样子 分支这样子下去 稍微回应一下 我自己在台海 我认为 我认为三个 我认为理由是无所谓的 中共想打什么都是理由 今天早上起来 牙疼也是理由 对 所以说这个理由 我认为第一个刚才讲 意图是强烈的 第二个能力 能力现在还不够 也许将来会够 然后第三个是后果 就是你打完台湾的话 中国将会面临国际社会 即使你刚刚正像您说的 美国完全不介入的话 中国将面临国际社会 最严厉的制裁 那么中国的所有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 共产党的 靠经济成长的 这个后果 必须要发动战争 不管他台海 打赢打输 他都要承担的 那么习近平 他们也不是傻子 他们一定有评估的 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这个 这个后果 我觉得 其实是 这70多年来 是他不打台湾 也是一个 一个主要的理由 对 当然我们刚才讲到 拜登的讲话 实际上 虽然说美国国务院 白宫发言人 没有特别的 强调拜登的讲话 但是你如果看 美国太平洋舰队 总司令的讲话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 整个建军的 基本的目标 就是要打赢中共 那这个美国前国防部 副部长 有提到美国要有能力 在72小时之内 消灭中共的海军 这个我们来看 从俄乌战争的经验 实际上俄罗斯军队 跟乌克兰打了这么半年多了 当然乌克兰是受到北约 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支持 但是即使美军 没有直接参战 俄罗斯军队 也没有把乌克兰军队打败 为什么 这个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军队被认为是世界上 第二大军事强国 乌克兰大概是排在第25名 跟台湾差不多 可是俄罗斯军队打乌克兰 打了半年多 打得这么困难呢 俄罗斯军队 之所以排名在第二 是因为它的核武 把它的核武拿掉 它是输给中国大陆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场战争 俄乌战争不是一个无限战争 所谓无限战争 就是我们拼了命的 大家都去打 截至目前为止 乌克兰投入的兵力 是它的原来的 常备兵力的150% 俄罗斯投入的兵力 是它常备兵力的20%而已 它没有用全力打 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证明 俄罗斯并不是在打一个无限战争 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乌克兰根本就认为 俄罗斯不会打 对不对 白俄罗斯那里有俄国的驻军 它到基辅 大概相当于我们台北到台中 就这么近 两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而且它这中间 你去把那个地图放大 它有快速道路 五六条啊 直接通进去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 俄罗斯在动手的时候 它觉得我就是要 直指指挥中区 它白洛20军队 它会直接就 进入基辅 那个沿途没有任何阻挡 可是它没有进去 它全部在这个周围 小镇驻扎下来 其中有一个小镇驻扎的军队 还被军民给骂出去了 你出去你不要到我这 你看乌克兰人民 骂俄军的照片很多啊 他把一个军队骂出去了 他为什么 因为普丁认为 只要兵临城下 责任司机会 接触他的所有条件 因为我军队都已经到这了 从哪一个战役 可以看出来 2014年的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大军军动 一枪都没发 他就把克里米亚半岛拿走了 所以普丁在那之前的 情报分析的时候 他也说 只要我们军队 出去 他们就会 兵临城下 他们就会坐上谈判桌 就会接受我们的条件 普丁相信 所以一直到今天 其实俄罗斯还是没有 放手全力打 他还在打一个有限的战争 你从哪里看出 他投入的兵力 你只要看双方投入的兵力 到底多少 这就是可以解释 乌克兰面对的是无限 俄罗斯打的是一场有限战争 这是为什么他们没有 说打赢的原因 但是你也认为 中共打台湾 也是一场有限战争 不可能真的留岛 不留人 把2300万人都杀了吧 对 现在二十大之后 中共的领导阶层 已经定于一尊了 就是习近平 所以任何事情 你要跳到习近平的思想去想 习近平的决定会左右 解放军的动手的手段 是有限或无限 你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现在决定要发动战争 要打台湾了 你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 记住哦 你没有必胜的把握 你会不会发动 怎么可能 我一定动手 我就认为我必胜 就他心里认为 我一定赢我才动手 否则他不会打 那哪有这么傻的人 好 我动手赢了以后 我不管怎么样 台湾打完了以后 台湾打完以后 不是合同 还有一个一国两制 还有台湾的政府 没有 打完了就没有 打完了就没有了 没有一国两制的问题 打完就是一国一制了 打完了之后 台北的政府就是北京 战后都有一个叫做 归附作业 你要让这里的人民 恢复他的正常生活 你不是一个一个屠杀 把他杀光的 谁要负责归附 谁要出钱 是台北的政府吗 台北政府已经没了 是北京 今天既然这是我的家 我敢动手 我认为这是我的家 所以我不会这样子去横打 而且网络上还有些人 在这样子讲 你也可以去想想看 他说中共怎么会 消灭你的战机呢 怎么会打你的战舰呢 为什么 他收复台湾 这些都是他的战机跟战舰 他为什么要打掉 也有这种声音 但是这多多少少 也是他们的一种想法 所以整个武统的过程中间 因为他要负责收拾善后 记好 他要负责收拾善后 所以只要 不是要 一定要消灭的 他基本上会摆在一边 第二个 达到同一种手段 好不说 我要打掉台湾的电力 第一个我可以打发电厂 第二个我可以打石墨弹 在所有的那个叫做 变电锁上面 炸开 人也不会死 第三个就是打那个高压 高压电塔在那个山上的 打发电厂 你要打多少个发电厂 会死多少人 战后重建 你要花多少钱 第二个打石墨炸弹的那个 虽然不会死人 但是他整个的清理啊 耗时耗力 非常费时 高山的那个高压电塔呢 倒一个 战后 可能一个礼拜就修复了 所以如果你是习近平 今天记住 有一个前提 战争目标不能变 我不会放弃我的战争目标 我就是要你台湾的电力 它断掉 我有这三种手段 都打得到 你是习近平 会选哪一种 你当然选择那个最 伤害最小的 为什么 你之后要去修复它 你知不知道 你打完台湾之后 你说我不管了 台湾人怎么过都是你家的事 我从此不理你们了 不可能的 他要去收拾善后 这是为什么我说 这是一场有限战争的原因 黄建长 我们来谈一下 你想象的有限战争的过程 怎么样 这主要是你第六章里面 讲到的过程 所以 当然我们大家都同意 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最有效的 嚇阻的方法 就让他不敢来发动这场战争 那这里面你建议 李启明前参谋长长的整体防卫 构想作为国家防卫战略 这样要建立一个 让中国不敢打台湾的 这样一种 嚇阻的防卫体系 目的是 嚇阻他 但是如果嚇阻失败 他还是来打了 那么这套防卫体系 能不能打赢台湾保卫战 有一个事情 我特别要提两个国家的例子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 包含我们王老师 或司法先生去想一下 当你想到这些国度保卫战 就是像类似塔利班这个的时候 它的效果有多大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 这个叫做伊拉克的例子 伊拉克当初美国打他的时候 是2003年4月打的 他先炸了 大概四个月 一直轰炸 最后他大概四天 地面部队进去 就收复了伊拉克了 整个作战过程 美军死了65个人 然后他占据了整个的 控制了伊拉克 然后接着下来 因为伊拉克一直有游击队在反抗 在第一年美军统治的期间 死亡人数是 作战其成的十倍 也就是650人 第二年呢 死亡是那个的20倍 就是变成1000多人了 就是他一直招致到 这些游击队的攻击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 那游击队一定是 全面的大部分人民的 不然他怎么会这么活跃 在这个美军控制下 还发挥那么大的力量 结果两年之后 美军要扶植一个当地的政府 就是我美军找来的这些人 当你们伊拉克的总统 要投票 那投票的话 那个游击队就说 因为这些都是傀儡 游击队发出杀 那个警告令 任何人敢去投票 我们格杀勿论 结果很多人民被杀了 我说了很多 可能几十个而已 结果投票率多少知道吗 将近七成 也就是即使你威胁他死 还有七成的人反对游击队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游击队 受到的支持度是非常低的 即使这么低 因为游击队是打打跑跑 不给你正宫区打 你很难去知他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你说那低到多低呢 我就举阿富汗的例子 阿富汗将近快四千万人 塔利班多少 三四万 千分之一啊 塔利班千分之一 就把美国一个 十年折腾成这样子 你就知道 你不要跟他的正规军去打 如果有自愿参战的人民 记住不是军队 因为军队 你把我军队抓去打仗 我可能还心不甘情不愿了 但是这种台湾有没有说 我绝不接受共产党统治 他来了 占据了 我也要跟他去打这种游击战 我这里偷打一下 那里偷打一下 可能大部分人民也叫你不要 但是毕竟还是我们都是台湾本省 都是自己人嘛 所以即使我不支持你 但是我可能我不会去检举你 我不会去控制你 这种人数要多少 用阿富汗来比较的话 大概在台湾 两三万人 整个台湾这么多人 我们的年轻人 反对共产党统治的 要你自愿上战场 不要你从军啊 从军是没有用的 自愿上战场 平常接受一些短期 就是李启明里面讲的那个国土防卫部队 有没有用 绝对有用 他打不赢 解放军 但是还可以把解放军拖得很累 然后我再反过来问你 你是习近平坐在北京去思考 台湾有这样的部队了 每年操演一次 市民你走到台北地铁 走到去 哗哗哗一队那个年轻人 穿着不是军服 拿着枪 拿着弹药裤 什么样冲过去 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发觉 每天我们有这些演训的时候 他们有做一些训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我们不是这么弱的 我们不是这么容易被打掉的 你那个心会不一样的 今天蓝营所有的人提到这个 他骂死了 李启明被骂了最惨的就是这个 你怎么会去鼓励台湾人去做塔利班 这边根本没有用 你根本没有想到 这些极少数的一群人 他可以发挥很大的恐吓效果 你看美国这么强大的 面对一个 这个叫阿布汉 十年他都没有折腾 那如果你是习近平坐那里 台湾真的成立了 就还意外的有 好比说十二万人 每半年训练两个礼拜 每年全国演习一次 我问你 习近平会不会有警觉 这个还是不要 我不知道该怎么收拾 你的军舰我可以打掉 你的战机我可以打掉 我问你像这种类似塔利班的 你怎么打 你说会把台湾整个给扫掉 我告诉你 莫可奈何 所以那个的恐吓力量就是棘手 不是他做不到 而是他做得到的话 他会丧失所有华人的这种 对他的这种支持度 他不会去做 那我们讲到你觉得 你想象的兵棋推演 这个第一级 这个北京是一定要速战速决 要摧毁国军的主战兵力 例如空军机场战机 海军港口大型舰艇 雷达战或者飞弹基地 还有作战指挥中心和通讯设施 那我是理解了 中共对着台湾有三千枚导弹 一直对着台湾 他第一级可能帮一下子 全部打到台湾来 或者打到台北 特别是 但是从俄乌战争的经验 在过去八个多月以来 俄罗斯军队 也是对乌克兰军队有第一级 也是发了很多导弹 到现在已经 据说俄罗斯已经打了五千枚导弹 可是好像效果非常有限 好 第一个要到第一级的效果 决定在两个因素 第一个 看得准 第二个 打得准 所谓看得准就是坚真 你看乌克兰多大 大概台湾的十七倍大 散得这么开 台湾多大 这一点 那中共的卫星也好 你可以上网都可以看得到 它可以看得多么清楚 所以看得准绝不是问题 打得准呢 中共的远比俄罗斯要打得准 为什么 俄罗斯真的老了 它最近没有什么钱 它最近都是老旧装备 你去看它那些船都很老旧 它没有神盾舰 中共全都是几乎新的 军武界有一个东西叫做 后发先制 什么叫后发先制 我举个例子 我大学的时候 一台电脑多大 大概比这个桌子还要大 跟一辆汽车一样大 它的功能有什么样子呢 比你现在手机的功能还要差 手机现在的 memory的量跟速度 远超过当初的 这么大的一台电脑 为什么 科技进步 那你再看美国的神盾舰都多久以前的 三四十年前的了 那时候的电脑需要多大 哇 那个晶蹄 就都很大 那中共什么时候发展的 都最近十年 所以它东西一下子缩小很多了 所以它的功能 远比当初美国的那个要优秀 我是专门在做这个管神盾 当初我在海军 就在管神盾系统 所以它比它好很多 那你说美国是不是很差 也不是 够用就好 记住够用 我今天的敌人都在我一百公里之内 我干嘛要打个一千公里的飞弹 够用就好 美国的这个神盾舰够不够用 够用 现在的战场它也够用 它能不能够翻过来 造的跟中共一样 它新造的都是 但是旧的你要叫它去修 八长破度 但干脆新造一条算了 所以它就是比这个比不过 这就是什么 中共最近十年的发展太快 所以它任何东西的准确度 我原来说几公里 几公米那个群艺导弹 我昨天听到一个专家跟我讲 什么几米 一米之内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些 辅助这些系统 所以第一 谁看得准 中共看得准 因为台湾小 谁打得准 也是中共打得准 那台湾也因为 看准打得准 所以它的第一级的效果 会跟俄罗斯打 乌克兰是截然不同的 好 那假设说第一级效果 这个很成功 那就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滨海决胜了 台湾保卫战的第二阶段 我们想象的这个 那什么时候才适合国军适当的反击时刻 国军如何在滨海决胜中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导权 那你这个书里面特别提到滨海决胜的关键是统一指挥 可是你又说滨海决胜的全程要无线电发射管制 那无线电发射管制以后 这统一怎么指挥 好 这样子 第一个刚刚说的 一定是中共发动第一级在先 我们不可能先打 如果我们先打 我们到的制高点就没了 而且中共的所谓的攻台就是 血债血环 那你就很难输出国际了 因为你先动手打人家 我不管你有什么情报 你不能先动手打 所以第一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全力的守 散守者藏于酒地之下 尽量躲藏散 隐蔽 要存活 你的攻击力要存活 这是第一个 第一阶段战力仿佛 第二阶段就是刚刚汪老师说的这个滨海决胜 也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哇一下子 从防守 突然一下子整个一下动起来去攻击他呢 叫做也是孙子兵法 散攻者 动于九天之上 所有的海 陆 空 所有的一切飞弹 同时对他的船团打过去 那这个汪老师问了一个是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子的 因为我说 所有的作战其实是两个关键 第一个 看得到 第二个 打得准 这是两个关键的 你不能缺一项 以前 飞弹只是最后阶段打得准 要靠谁看 要靠载台 因为那时候装备太大了 你那个雷拉 你现在看装在床上就那么重 它怎么可能装在这个 飞弹弹头里面 可是现在的科技进步 一个飞弹出去 它具备所有的能力 那现在的战争是什么样子你知道 所有的 载台都是运输的 好比说我说飞机 我不管你是什么飞机 都是运输飞弹的飞机 所有的船 都是运输飞弹的船 战时 你知道我对战场一概不动 好比说我是舰长 打仗了 我完全不知道外界什么状况 我只接收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两个 第一个命令就是说 叫我到哪里待命 这是接收 我就到了这个海域 在那等 第二个命令 攻击某一个目标 攻击谁 我就把资料输入 啪打出去 整个过程记住 不管是谁 所有这个战场里面的 只要有一个陆地的去指挥 所有人都是静悄悄的 他没有任何动作 而且这个的通知 还有好多手段 因为我们都是贴着按防卫 对不对 第一个 我们的本身的 国军的资料链系统 好比说恒山就可以指挥 恒山是一个镇的 底下有九个副的 我还建议装些这些移动的 他全都可以指挥 你把恒山打掉了 还有这个 还有那个 你全部要给他打掉 那他只要能够指挥 他坐在这里 整个大萤幕在这里 整个的战场 叫这个飞机打那个目标 叫那个船打那个目标 他就指挥完毕了 所以统一指挥一定在陆地 海面上的 空中的 或是陆地的 这个陆军的哪个部队 他就叫到这 攻击哪个目标 就完成所有的作战 好 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赶快进入第三阶段了 这个 如果这个第二阶段 滨海决胜还是没打赢 那进入第三阶段 要贪案 尖敌 也就是共军登陆了 这个 他的这个 登陆舰 这个 三七登陆的这种情况下 国军有什么 不对称的战略 能够击退登陆的共军 有什么武器 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这是从李启明 那个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守 尽量让我的 这个攻击力 保存战力 第二个阶段就是 我不顾一切的 全力去打 但是不见得消灭了 就是 把他打在中线 能够希望 不见得成 而且你不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打掉 都消灭 你只要打到那个叫做 战略重心就好 那如果不成功 他到了这个 这个摊头的话 这个时候 第三阶段是 拼命 什么叫拼命 我绝不能让你上来 上来就不得了了 他就可以源源不绝地上来 所以第三阶段叫做 贪案兼敌 那贪案兼敌呢 其实我25年前我在海军总部当科长的时候 有时到中科院督导 他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雷霆2000的 炸射的结果的那个 一个弹片 这么厚的一个装甲 这么厚啊 10公分厚 他一个下来一个弹头 打穿了这10公分厚的 这个装甲 然后他用那个 锯开 然后你可以看到 破片的一个弹肯将下去的 我是25年前 他说他们现在做的是这个东西 我当时看到那个 我就知道 未来战具改变战法 以后永远不会有 贪案登陆决战 为什么 一个雷底2000mark45 打出去 它是一个子母弹 下来 再下来 啪啪啪啪 对着底下这样的天体战法打下来 面积多大 18个足球场 然后打下来的子弹 每一平方公尺里面 有15例 我刚刚说的那个 你还要登陆啊 只有傻瓜才会去登陆啊 罗曼尼登陆 只要有两台这个车就结束了 为什么 现在战具就是这么厉害 武器就是这么厉害 那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战时 在所有可能登陆的 那个滩头那里 外面 适当的距离 它有三种形式 摆一些这些东西 可能登陆吗 除非你先把它打掉 没有打掉之前 你千万不要监禁滩头 这就是雷霆2000 这些都不是传统武器 传统武器是什么 坦克 M1A2 是地表最重的战车 F16 你看多英勇 飞在天空 神盾剑 在海上 一到打仗 这三样东西都没用 有用的东西 通通是这些奇奇怪怪的 小的 激动的 致命的 大面积杀伤的东西 那才有用 而且这些东西 我再跟各位讲 极其的便宜 你去看看 叫中国人造一个 这个雷霆2000 要多少钱 一个神尊剑 不知道可以造多少套啊 那你为什么要去做 那种很大的 很大的也要有 不能没有 但不需要这么多 而是要搞这些 小的东西 这也是李喜平 这个台湾的胜算里面 所坚持的一个 对不对 太对了 在我看到李喜平这本书之前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个人的感觉 国军毫无胜算 在这里面 那本书是我第一次看完 我觉得 有方法 就是他那本书说的方法 你要照着那个去做 又省钱 而且不需要 全国团结一致 我们通通通 努力地在一起 都不需要 只要做好这些 它真的很难 很难登录 也很难统治 我们实际上刚才讲的 第四个阶段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就是万一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都没有顶住 他们登陆成功了 万一登陆成功了 我们进入第四个阶段 就是全民主机 以游击战 这个我们刚才 有讨论过了 我只是问一个问题 如果蓝营的政治人物 都赞同你的观点 要不惜一切代价必债 这种思想 主导的话 台湾怎么可能建立起 一个全民防卫体制呢 首先 所有的这些 观众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全世界 找不到一个国家 在战争的时候 能够全民团结一致 只有一个声音 要打或是不打 不可能 越是民主国家 意见越多 你要想说台湾一致 尤其台湾更特殊 更不可能 可是为什么要一致 只要政府决策 有决心去做 有决心去推动 不就行了 就好像兵役延长一年 当政府决定要延长一年 就是延长一年 你再多的社会声音说 不适合 没有用 都没用 同样的这个也是一样 只要政府带头去做 曹新城那个是 民间的是没有用的 它是一片善意 没用 一定要政府出头 整个部会 整个国家演习 整个在一起动员 能不能争打仗 那是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当对岸习近平看到 台湾在这样动员 在这样子演习的时候 你设真处理去想想 你该怎么办 他会不顾一切地打吗 还是算了 也不是说放弃统一 我们就是谈谈好了 你有什么条件 王老师你说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这个可以可以 他会做很多的对让 可是如果你今天 没有任何打的力量 你根本没有资格 跟我坐这摊子吧 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 北京说给台湾多少自由 就是多少自由 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叫你台湾领导人 选谁就是选谁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战斗力量 你手上没有筹码 只能乖乖地听话 所以记住 永远记住 军队抓在手上 继续地建军 是台湾能够独立 做自己想过日子 生活也好 能够管理自己 最关键的一项 不是其他 就是军队 所以打的目的是为了谈 是 那这个 好 今天是 谢谢黄建长 来上我们这个节目 那这个 这本书 这个有很多的想法 这个很有意思 那我们可以有机会 继续来谈这个 想象的台海的战争 这个逼起推演 谢谢黄建长 谢谢 谢谢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观众